大家早安 今天是3月21,星期四 今早我要去經濟通做節目 8點55,做到9點55 所以需要找一個會議室 借去會議室做一個早事的示範和分析 美股昨晚藏身告 由於美國的經濟數真的很強 好像去年有些人說 利息持續高企如果不減 就阻礙了美國經濟發展 甚至會帶來方緩和衰退 但現在看數據 根本上完全不是那回事 就算利息不減 經濟的數據表示經濟動力仍然很強 所以6月份是否減息呢 其實都是一半一半 我自己個人看 減息的機會真的不是那麼高 即使不減 美股也一直扯著上 因為實在太多資金 不斷投入投資市場 好了,看看港股 正當美股不斷創歷市新高之餘 港股仍然徘徊在16,500點左右的水平 昨日的市房先看看 早市先高30點到16,559 整日都徘徊在16,430到16,654點之間 在這280點的框框裡走 走來走去 最後恆指收到16,543點 輕輕升了14點 由於成交加額 由於沒有什麼大的方向 所以交投也只有853億 由於現在指數不斷游走在10,20和100天線之間 代表什麼? 代表大市暫時處於整固等變的形態之中 向下往一早移動線是50天線 在16,173點 以往港股的勢一直都直弱 真的要下市的2、3、8點一早跌下去 遲遲不肯跌 即是市場有無形之手維穩 可能目的都是等機會逐步逐步扶回上去 因為下星期二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倉高峰日 下星期三就是今個月期止結算日 以現在的市況來看 很大機會 維穩的買盤是會一步一步扶穩 直至到期止轉倉結算的時間稍微推高一點 至於能否突破今個月腳高於17,214點 其實暫時的看法都是有些機會的 上市三月份的市場仍然是先帝後高 指數仍然是有5號的低位 16,095點 升到13號的高於17,214 以1,119點的波幅 其實就不算太大 加上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情況很少是同時出現在7個交易天之內 是試過,不過真的不多 假設先低後高形態不變的話 理論上更加高的指數 應該在月底前讓我們看到 哪怕高一點都是叫做新高 但問題就是 由1月22日開始的反彈 當時我說過 可能會有四到六個星期的中期反彈 甚至會六到八個星期 這是一月下旬的時候說的 當時的指數還有15,000多 問題就是現在走了八個星期 如果要延續這個所謂的中期反彈 譬如去九和十個星期 真的要看成交交額 以及看主要成份股的走勢而定 尤其是騰訊 巴巴和友邦 這個很關鍵很關鍵 騰訊業績公佈了 看看市場的反應是怎樣 巴巴一直培會在七十多元 這兩隻加起來 恆指成分佔超過16% 友邦又再創一年來的新低 佔恆指成分接近7% 23%成分比頌持續反覆不明和帶遠 對市場就等同扯著後腳 所以指數能否進一步向上推升 真的到最後都要看這三隻 主要成分股的表現而定 我個人覺得在期結的時間 可能會稍微做好一點 但是否真的能夠突破17,214點 老實說都是一半一半 好了 早市的分析我就說到這裡 清楚地雖然長句 聊天 小鷹 見